嗯,好 好伴,那接下來我們繼續吼 這個下一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式子吼 他說x介於0到1之間 那這個式子的特徵是這樣子的 logx9-log3x.1 這兩個位置你有什麼感覺? 是不是正好顛倒過來 那以前呢,我們有一個導數性值知道嗎? 導數性值是說logab 跟logba 怎麼樣 正好會是一個導數的關係 這個在前面的這個 log的運算裡面有講過了 那既然如此的話,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來把它算出來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通常我會習慣的是 讓 log3x為主角,底數存在比較好操作 那原式就先整理吧 原式 他叫做 把這個式子移出來 是多少 2logx3 那這減log 3x要等於1 那為了方便 那為了方便,我就確定 我們的t 叫做 log3x 那這時候 原式的logx3 這個項 就是我們的多少 就是我們的t分之1 再減t 等於1 撐一t一項就變 t平方 加t減2 等於0 那分解開來 t加2 t減1 等於0 所以我們的t 等於 負2 或者是1 也就是log3x 要嘛是負2 要嘛是1 那這是我們的x 等於3的負2次方 或是3的1次方 那你要注意 題目無聊 給你一個限制 x要介於0到1之間 所以我們的結果就只有這個 這個太大了 省略掉 基本上應該不是省略的 這個太大了 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我們就只取這個 比1小的這個數字 x 就等於3的 負2次方 好 那你們看完以後自己暫停稍微的整理一下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第5題 我們要解這個方程式 那這個方程式有沒有什麼特徵 有 題目上這裡寫的 這個 3logx 跟xlog3 那我們前面有證明 就是說如果底數一樣 a log bc 會等於 c log bn 我們用數字在前頁有整理過 所以你要知道第一件事情這兩個是一樣的東西 那為了避免看起來太麻煩 所以我確定 這個 3logx 我們要解的是我們的x 沒有很難 一樣的 是把它算一算而已 好 那第6題呢 是幹嘛的 他說我們要解方程式 log12為底4x log2x 等於8 那 這個log24就是2 展開來 可以吧 那這個時候log2x 就會等於4或者是負2 那 這個x是多少呢 這以2為底 把它勾回來看 我們的x就是2的4次方 或者是2的負2次方 我們就算完了 其實它的本質不難 那你要注意這個四值不能合併 所以我們接下來想完是不是可以把它拆開來 那拆開來發現 這個二次式是 以log2x為基本欄尾的一個二次式 那就可以繼續往下算 好 那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 根與係數的專論 那 這個以前有稍微的證明過 在這個早期都有證明過 那我們說 α跟β 為 那這時候呢 我們知道根都是從公式解來的 那公式解是2a分之負b 加減格號b平方減4ac 所以怎麼樣 我們的這一些根 基本上來說 都可以感受得到 它是從這個係數去錯來的結果 那這時候 兩根的核 α加β 就叫做a分之負b 那α乘β就是a分之c 那這現在的α跟β 就是直接帶進去 會使得40等於0的像 可以齁 好 那以前我們是怎麼證的 還記不記得 稍微寫一下好了 這個 ax平方加bx加c等於0 那我們就令 這個 x等於 2a分之負b 加減根號b 方減4ac 這是我們解方程式的過程嗎 那這時候 是不是其中一個就是α跟β 那這時候α加β 就變成兩個根號 一個減一個加 對吧 2a在下面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把他們算出來了 把加減減掉 他的結果叫做 這個2a分之負2b 那再來繼續往下算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同樣的α乘β 也是利用代入的結果 經過計算 得到了 可以齁 可是你要注意 如果我們的式子 變成了2的x平方加b 2的x四方加c等於0 這個樣子 原本的x 現在角色被2的x四方取代了 也就是說 原本我們的x 這2a分之負B的這個項 現在變成2的x四方 等於2a分之負B 加減根號的這個項 所以兩個解 基本上來說 我們應該會看成 2的α四方跟什麼 2的β四方 我就寫到這裡 那我們就知道 這個以2的x四方為根的基本單位的話 這個根以西數變2的α四方加2的β四方 叫做a分之負B 通常的道理 會變成2的α四方乘上2的β四方會等於a分之四 那一樣的類型在下面也會同樣的發生 以log3x為一個根的基本單位的話 就會得到log3α加log3β 這是a分之負B 那這時候log3α乘上log3β就是a分之c 像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我們的根與西數 搭配在我們的這個αβ 不同的方程式類型的狀況之下的結果 好 那繼續看這個根與西數的話 我們來做個例題 第一題這時候 像這種問題 都是以logx為基本的單位 那就很簡單了 他說兩個是αβ 要求αβ 存在一起的狀況是多少 基本上這個東西 他們這個常系數上 就叫做兩根之c 所謂的兩根之c 就是去求αβ乘在一起 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 以這個logx為一個根的基本單位的時候 我們的根與西數會變成什麼樣 我想應該剛剛有講過 就變logα加logβ 會等於a分之負B 那在這裡是1分之負2 負的負2 就是2 那接下來logα乘以logβ 就是a1分之c 欸你要記得喔 這個 係數是有包含正負的 所以logα乘以logβ 是a1分之c 叫負更好吧 那你要怎麼讓αβ乘在一起 我們知道log相加 是不是可以合併成 增數相乘 所以接下來繼續往下 這個logα乘以β 就等於2 以10為底 那來算一下 αβ就是10的2次方 像這個樣子 這個沒有說很難 好 那接下來第二題 log5x乘以log7x等於k 那要問2根的基因是多少 那我們先整理這個式子 對於這個式子來說 是不是可以拆開 所以原式我就整理 就是logx加log5 把前面拆掉了 後面也拆掉了 logx加log7-k等於0 直接展開來 首先logx跟logx相乘 會有一個logx的完全平方 接下來加log5乘以logx 還有log7乘以logx 把logx提出來 就叫做logx 前面是log5加log7 作為係數 再加上常數常數相乘log5乘以log7 再減k等於0 這就是我們的式子 那這個時候很明顯的 我們可以看出來 對於這個式子而言 我們以logx為基本的計算單位 可以嗎 那這個前面的這裡 log5加log7 它的本質是係數 補個1給它 那接下來要求α跟β的關係 我們就可以去看根與係數了 這時候logα加logβ 等於a分之-b 剛剛呢 你把劇值但是 把这负号搬到次方去 那把左边的log alpha 加log beta合并在一起 这两个一合并就变成log alpha beta 就变成log的35的负一次方 那我们的 alpha beta是可以整理的 所以这时候 alpha beta就叫做35分之1 很简单 很快乐 可以吼 所以我们的alpha beta就是35分之1 轻松地算出来 那再来第三题 这个式子 它就是一个进阶应用而已 很明显的这整个式子 就是一个 以logx 为一个基本计算单位的式子 那整理一下 原式 叫做一个logx的平方 把3移过来 减到三个logx 再加1等于0 那对于这个事实来说 我们就知道有log alpha 加log beta 等于1分之负的负3 叫做3 a分之负b是3 那再来 log alpha乘以log beta 等于a分之c a分之c就是1 可是我们要求的东西 并没有以10为底 怎么办 那就换了 所以我们的所求 利用式子叫 log alpha 加 log beta 加上log beta alpha 这时候用换底 要换成以解为底 观察上面是以10为底 就变成log beta 除以log alpha 再加上log alpha 除以log beta 合并在一起 我们的分母 叫做log alpha乘上log beta 分子变成log beta的平方 再加上log alpha的平方 那这个平方怎么来 可以从乘法公式来 那我写完你们自己带入 分母 就是log alpha乘上log beta 那分子是多少 你这个平方的合 基本上是用log alpha 加log beta的平方 可以去凑来的 所以大家凑凑看 log alpha 加上log beta的平方 减得要两倍的log alpha 乘以log beta 那你这些都可以带 那是不是可以算出答案来了 可以 好 带完吧 叫3的平方减2乘1 再除以1 那你们整理整理就有答案 那你们最后 再把这第三小题看一下 好